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盛况空前 2018年首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落户山东烟台 汇聚世界目光 2019年5月24日 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在山东烟台盛大召开 来自七大国际组织46个国家的 1200余位老年大学代表 教育旅游专家共襄盛会 再一次汇聚世界目光 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通过组织一会两周一节系列活动 打造世界文化的展示交流推广平台 大会内容包括 世界老年旅游大会高端对话系列研讨会 世界老年旅游大会艺术周 世界老年艺术展 及山东省老年大学教学成果展 绽放西洋特别展演 及国际老年文艺会演颁奖晚会 世界老年旅游大会文化旅游推广州 浩克山东鲜美烟台文化旅游推介会 孔子家乡浩克山东游学产品推介会 继世界游学合作签约仪式 世界老人拍烟台摄影大赛 世界老人游烟台体验最美百公里海岸之路 中外老年大学嘉宾联谊会 世界美食美酒节 大会期间同步举行 山东省老年大学校长联席会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游学研讨会 华东地区老年教育协作会议 大会期间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二百名嘉宾组成的游学考察团入境中国 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成果封硕 2018年首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实现了老年游学从无到有的突破 2019年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是国际老年游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里程碑 大会发布烟台共识 支持成立世界首个聚焦老年旅游的国际性组织 世界老年游学联合会 山东省向主要国际嘉宾颁发 孔子旅游大使纪念牌 山东省旅行社协会与五个国家旅行商代表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并与山东省老年大学协会签订游学合作协议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十个国家老年大学设立烟台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 天马维拉斯老年大学与十个国家老年大学签订游学战略合作协议 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成果丰硕 一个覆盖世界的老年游学版图正逐步形成 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全球共鸣 两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成功召开 成果遍及全球 山东已成为世界老年游学的至高点 每年有一个大参加的参加的参加的参加 不仅仅是从中国但从全世界的参加 我可以说我们在 UNMGO 我们很高兴认为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专门 一共同我们信心 我们可以专门 为开展开的方法做得更好 互相对人们和人们 我们期待新的参加 和旅游主意识业的参加 非常感激 这众图的业绩是很美的 它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的希望能达结合 和能够一起 我非常非常感受 首先我要向我们伟 访问一下 我们的会访 在我们的FIAPA 第二个年纪中的国家 我们给我们了解 我们的拥有才能 为他们可以 在一个课题和一个 的位置 可负责任的支持 最大的需要的多数 我希望祝福 的启祷 的中国 的芯 的屋台 的屋台 和亚台 和亚台 设计 提出的旅行 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原因 我希望大家 建设的关系 当然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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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国老年大学共同参与 打造国际老年游学版图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社区 所以我们能够靠着这些 能够更加速度的关系 我愿意估设我的最好的祝福和参与 WSTC 我愿意估设计他们必须持续这样的活动 每年 我们开始的关系 我们我们的参与优优独播 我认为WSTC 真的增长了很多 从昨年到昨年到昨年 它会变得更加重要 在世界上 九国游学团热切期待游学山东 游学世界 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大机会 大机会 关于历史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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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 澳大利,我准备到中国学校的学校 去本期的展示,将未来的展示 我真的期待在中国的地方 我一直都想要去训练 我们接受这些历史 和这些美丽的建设 至于各种各种的规短期 我们能看到的传统和国家的 tradition 和国家的服务,这帮助我们的帮助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持 对所有的中文传统和中国的部位 非常好 确实是,这些设计的中文在三岁的中文 在这一般的大伙伴们 他们是非常有趣的活动 在中国的大学习会给了一些新闻的联系 我们收到一个庄宝 我们被认为了 政府的政府 我试图像很多学生 甚至我的年代 我试图一段时间的学习 更好认为中国 12所中国省级老年大学 群策群力 打建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游学推广平台 首届大会后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组建游学部 办公室落户 山东老年大学 并在烟台天马维拉斯老年大学 设立游学工作推广中心 2019年5月25日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游学部组织召开 中国老年游学研讨会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游学推广中心副主任 天马维拉斯老年大学副校长孟凡君 介绍了游学工作推广中心 打造六大板块 组建三大课题组 以课题研究推动游学开展的工作思路 山东老年大学介绍了山东老年大学组织日本游学团的案例 云南省老年大学介绍了云南开展互联网加油学的经验做法 上海老年大学代表介绍了开设游学专业 开展游学课程丰富教学模式的经验做法 并提出要参与游学部游学课程开发课题组 共同拓展游学发展之路 哈尔滨老年大学校长张丽华分享了15次游学活动经验做法 山东老年大学校长杜英杰提出老年大学应在游学开发中其主导作用 并提出老年大学发展老年游学是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张晓琳提出老年游学是势在必行一种趋势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成立游学部就是要打造一个推动老年游学的服务平台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明驰提出 对老年游学发展前景 世界老年旅游大会丰硕成果感到振奋 对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在山东设立游学部表示感谢 同时各参会老年大学纷纷提出要紧跟山东的步伐 在老年游学领域做出积极探索 在世界老年旅游大会的引领与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游学部推动下 老年游学的惺惺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第二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展望未来 两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成功召开 山东省将形成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世界老年游学联合会 国际老年游学示范基地三维一体 将山东省打造成知名的国际老年游学目的地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2020年我们将迎来第三届世界老年旅游大会 我们期待世界课题的山东解答 老年游学点亮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